你没有来过河南,那你也要尝尝我们河南的它菜模,鲜香味美,真的是百吃不厌。 盆中是300克普通面粉,少加点盐入一下味,搅匀后倒入18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,边倒边搅均匀,搅至没有干面粉了,再下手揉成面团,一定要给面团揉光,这样擀出来的皮,又光又柔软,还有嚼劲,然后盖上盖子饧面30分钟。 准备一把韭菜,洗好后给它切碎,它菜模我常用到韭菜,因为韭菜有一股香味,而且是比较百搭的蔬菜,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。 往里面淋点香油,搅拌均匀,锁住韭菜的切口,这样就不会腌出水分了,然后加入盐,鸡精,虾皮,我又泡了一点粉条也倒进去,充分地搅一搅就可以了,放一边备用。 饧好的面团拿出来,直接搓成掌条,切成均匀的小面积,再把每个面团都擀成圆面皮。 将调好的馅料倒在上面,中间再打入一个鸡蛋,用筷子搅匀一些,然后再盖上一张面皮,将边缘压紧式,防止馅料露出来。 电饼当需要提前预热,刷上一层油,直接放入生胚,选用馅饼键先烙上一回。 如果你掌握不好时间,可以用铲子拖起底部看一下,底部微微变色了,在饼胚上面刷一层油翻个面。 烙上三至四分钟,这个饼就熟透了,不用闷直接盛出来。 切开给姐妹们看一下,你丑丑皮包大馅的,韭菜翠绿还不变色,里面加入的是生鸡蛋,吃起来味道更加的鲜美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时做一下。